三颗 那太小了吧 因为一下子就 好了三万颗了 那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座谈会 当时就有一些 同友在台上 刘丽儿还有贺利伟教授 台下有一位台电的同事 就有个同人就说 那为什么如果不设 河贝拉斯不危险 原子弹为什么下来之后 那个广岛今天还是可以成为一个观光圣地 他说和广岛的那时候的一颗原子弹 他所产生的那个能量 跟我们今天的核废料相比 我们就是他的三万倍 就是三万颗 对不起三十万 对不起 我记错了是来个好 我给他送他好几本书 谢谢谢谢 你对了 耶 明星你站起来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好 所以我真的很感激 谢谢大家 因为我们互相来分享的鼓励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核废料的问题 是相当相当的严重 所以我对核四 因为核四基本上如果我们能够停下 他没有核废料的问题 万一真的 像我们的好朋友方姐讲 他说如果核四真的发生 如果你真的要运转 我们就是断了一根手织头 但是如果核一或核二发生事情 我们就是没有了上半身 如果核三发生问题 我们就是没有下半身 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核废料的量不一样 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世界 如果台湾没有专家 没有可能专家可以说 说得上话的话 我们希望可以要从世界上的可能的专家来 而且这个东西不可能不见 核废料可能跟我们还要再相处 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很好的方法 去secure它 去把它安置好 如果它不能够建筑核电厂 因为其实这是不道德 签到 做现在说比如我们会说是签到 可能是金门的小乌丘 或者是屏东的地方 你们觉得这是道德的吗 你觉得当地也会让我们签去吗 家族有说美国要回收 有这样的事吗 其实如果要回收的话 其实也就是其中的布 或者是再用的一些 作者和子弹的料 接下来剩下的那些还是会好多 而且最重要的绿色和民主 就是它不会把这些 不会让我们把核废料运出 运到公海 你一出去它马上就来当你 运不出去 所以我们只能放在哪里 还是放在我们的核电厂 那至少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放吧 哦 这是我们的关心 接下来 我们希望那个用三个时间 三个月的时间把所有的资讯都 这是我们的理想状态的 都能够完全的呈现 然后放在网站上面 让大家可以随时的去找出答案来 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这个所谓的 我们听说好像政府要做一个平台 但我觉得这是可商圈 就是如果这是政府平台 它不是又回到了原能会 跟台业的平台吗 所以我们积极要大家讲说 其实这个平台一定是要有 明星的组织来做管理的运作 但欢迎他们把它速速起出来 让我们来检验它 下一张 这就是我们也是当时在 要求总裳府给我们的一些问题 给大家复发 我们需要怎么 我们是不是缺电 如何缺 电价值本如何等等的 然后接下来 是核地安全的问题 核飞带的问题 核四场的问题 再生能源的问题 好那我可不可以提到 刚刚讲到那个 我们的效率的问题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台湾有一个台达电 各位听过没有 台达电有一位郑重华郑董事长 他是一个非常热心功力 而且在推动绿能方面 毫无这个迟疑的人 那前一阵几个礼拜 他接受一个访问的时候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我把我们台达电的电灯照明器具 改成了LED灯 结果我们的用电量剩下多少 你会看到这个新闻吗 剩下多少 各位再猜一下 五十八 五十八 然后呢 三十一 台达电的经验 我觉得这个是可信的 他们节省了百分之九十 只有十分之一 我们那时候就建议总统说 你为什么不请他来当顾问 对不对 他已经公开的这样讲了 另外一个是台积电 那台积电他其实他也很愿意公开 他的这个节能省电的方法 有一次我们就是拜访 台积电的工程处 或者在做节能检探的处长 他说呢 台积电他也他的方法 我们节电在百分之三十 节水呢 节水了九成 节电了三成 那我也说奇怪了 政府为什么不努力 去跟他们取经 而且这些大企业家 都是非常有心灭来付出的 他们不必被贴上桌式标签 标签标签反核的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省电那么多 我们还需要去考虑用盖核电厂吗 需要吗 对不对 另外还有我今天带来送各位的书 其实就是台积电的省电的方法 那另外其实台积电 他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讯息 他说其实我们加部的省电都非常的不错了 最重要的是中小企业的在 节能这方面的努力需要加强 可是中小企业不可能没有任何的资源 没有任何专家 没有任何辅导措施 所以我们鼓励就是把盖核电厂的 要投资的部分 去做协助 好吧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轻松一点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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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